亲爱的观众朋友 与弟兄姐妹平安 很开心又到了我们马太福音 圣经课程的第十一讲 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讲到 马太福音的四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 这一段我要讲的题目是 耶稣的事工 如果亲爱的弟兄姐妹 或者是观众朋友 手上有圣经的话 我们一起打开来读这一段的经文 耶稣走遍加利利 在各会堂里教训人 传天国的福音 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 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 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 就是害各样疾病 各样疼痛和被鬼附的 边前的 瘫痪的都带了来 耶稣就治好了他们 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 底加坡利 耶路撒冷 犹太 约旦河外 来跟着他 今天我们不要以为 我们的灵修 为什么只有三节呢 为什么好像这么短 但弟兄姐妹 亲爱的观众朋友 这短短的三节 几乎就浓缩了 耶稣在地上 三年半的侍奉 也许你会说 是不是太夸张了 完全没有夸张 我们在待会的分享当中 我们看到就这三节 几乎浓缩了 耶稣在地上 三年半的侍奉 与他生命的见证所在 如果我们要认识 耶稣生平 我们就必须要准确 而且有深度 广度的来思想耶稣 他的教训与作为 而全天下 最准确认识 耶稣生平的书籍 就是这本圣经 也许我们在坊间 也看到很多的传记 很多的电影 小说 这些内容 但他们都会有偏差 只有这本圣经 是完全无误的记载 准确的来认识 耶稣是谁 知道他的生平作为 这是唯一最准确认识 耶稣的内容的一本书 所以我们要认识耶稣 我们要从四福音入手 从圣经入手 我们现在所攻读的 马太福音 可以说是 是认识耶稣生平 最准确的 其中的一卷书所在 所以感谢主 那我们对主的认识 不是偏差的 对主的认识 不是道听徒说的 我们最怕 就是把耶稣没有做的 讲得活灵神仙 却把耶稣做的 却又知智不提 耶稣的生平 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都要认识的 当有牧道朋友 或我们周遭还没有信主的 亲朋好友 问我们耶稣是谁 你可不可以 讲一点耶稣的事 那我们知道 如果我们讲不出来 也说不清楚 我们就汉言了 我们信主 这段时间来 不管多久 哪怕几天 我们对耶稣生平 总要有一定的认识 所以今天 让我们的侍奉 不要被载化 成为只是教会 内部聚会的侍奉 当然这些都是侍奉 做主席 讲道 招待 阴控 投放影片 这些当然都是侍奉 但他不等于是全部的侍奉 我们的侍奉 也不要被这些载化 就认为这些就够了 我们的侍奉 需要是更国度性的 要来学习耶稣基督 这个整个的国度的 天国的一个侍奉 耶稣是对广大群众的 一个侍奉 好 那我们在今天的经文当中 我们首先看到的 第一大点是 耶稣的教训 以及他的教导 耶稣的教导 并不是指着特定的 一群人 好像上课一样 入学的 这个有学籍的 我们教他 不然人 这个其他的人 不能够进来听的 不是的 我们看到耶稣 常常是谁走谁传 经文里面讲到 耶稣走遍加利利 在各会堂里 所以我们看到 耶稣在一个地方 大街小巷 走遍了当时 他能够走的这些道路 他也在各会堂里 一间又一间的去传讲 当然了 这不是说我们基督徒 或传道人 天天无所事事 就在逛马路 也不是的 而是有目的的 有意义的 耶稣当时 他一定是盼望 他传讲的道 那个福音 是有效的被传扬 有效的使能归主 所以我们应当将福音的传扬 也尽可能的 在我们所在的地区 能够准确的传扬 如果我们传扬错误 那还不如不要传扬 要传扬 我们就要传扬 那最正确的 最准确的耶稣 传扬这准确的道 传扬这福音 真正本质的所在 让我们所接触到的 每一个人 都有机会听闻 这真正的福音 听闻真正的耶稣 当时的耶稣 他走遍了 加利利的大街小巷 他进入每一个 被设置的会堂 他也尽可能的 接触到每一个 他能够接触到的人 他像这些人 在会堂里 在大街小巷 他可以说 都在讲述 天国的福音 如果弟兄姐妹 我们要有朋友 目道友 要我们讲 什么是天国的福音 我要怎么说呢 我的心里有预备吗 耶稣知道 他到世上来的目的 所以在他传道的初期 他强调的是 天国的福音啊 那这个福音 我们信了之后 不是载化 成为我求名求利 好的一个管道 那也不叫福音了 而真正的福音 也一定是国度性的 福音一定是 让人知道 罪的可怕 对罪的敏感 知道人得自由 得平安喜乐 的唯一的管道 必须要认罪悔改 所以耶稣 抓紧了时间 在他能够所到的地方 尽可能的 跟每一个人 讲述天国的福音 所以他到的地方 当时没有麦克风 当时没有这些音响器材 但是看到 跟的人越来越多 他就到了海边 因为海边比较空旷 到了山上 山上比较空旷 可以集合更多的人 所以我们看到 耶稣是何等的期待 但也感谢主 在今天二十一世纪 我们可以透过这些 这些 这个器材 这些录影器材 那我可以远在这个地方 也可以跟 在电视机 或在电脑前面的您 我们有信仰上的分享 我们也为此来献上感恩的 在当时的耶稣 他在没有这些器材 没有这些 影音设备的帮助之下 他尽可能的接触到每一个人 而每一个得救的神的儿女 他的门徒 也都会在他们所在的地方 尽可能的去接触人 去领人归主 这就是传福音 这一代又一代 的一个持续下去 今天也许我们不一定 是使用耶稣的这样子的模式 因为在今天的世代 就像刚刚讲的 上帝把这些科技 把媒体赐给我们 所以我们就善用 这样子的工具 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希望 从我们的本地本家 一直到世界的地极 接触到这媒体 福音信息的好朋友 都知道耶稣是谁 都能够来信靠耶稣 好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讲到 这今天主题的第二大段 耶稣传天国的福音 耶稣传讲的不是人们喜欢听的 有时候我们总是讨好人 希望允许人家对我们的注意 对我们的肯定与欣赏 我们会讲一些他希望听的 讲一些好听的话 甚至甜言蜜语 但有时候上帝不是 要我们去讲这些话的 上帝要我们讲的是 生命中最重要的 是可以改变生命的 是能够带来这个人生命 一个重要的翻转跟契机的 福音就是传天国的好消息 而他的核心是 耶稣来要为我们这群 该死的罪人 使在十字架上 使我们因信称义 所以耶稣的名字 我记得在几次 这个讲座之前的几集当中 我特别提到 耶稣的名字是有意义的 虽然耶稣这个字是音译过来 但是在原文的当中 是有的是他要 就是天父要将他的百姓 从罪恶里救出来 这就是耶稣的原文的 字役的含义 所以透过耶稣的道成肉身 天父要将他的百姓 他的儿女从罪恶里救出来 这就是福音 所以信耶稣就是要认罪悔改 才能信耶稣 好 在当时的时空背景之下 在之前的几集我也提到 犹太人所期待的 是一个军事强人的弥赛亚出现 是希望帮助他们 推翻殖民他们的罗马政权 能够恢复大魏倒塌的帐幕 恢复所罗门王朝时代的兴盛 但是耶稣来 完全没有提到这些事 耶稣来不是叫他们去 敌对罗马帝国 耶稣来把真正弥赛亚的 含义讲出来 耶稣讲的是天国的福音 不是建立地上王国的 一种政权 这里面跟当时犹太人 所期待的内容 是完全相反的 耶稣在那个时代 也没有用民族主义 来煽动人心 也没有利用人心的期待 来为自己建立权位 我们今天看到 在人类历史上 有一些有心的政客 他是利用当时的大环境 利用民族主义 一种民粹的一种想法 煽动难心 使他达到最大的一个获利 那个利益所在 但耶稣没有那么做 耶稣他完全是跟这些人的权利 权势完全分开的 他以自己的牺牲 他以自己 他知道他以道成肉身 他就是来救人灵魂的 来传福音的 使人能够罪得赦免的 耶稣是准确的传讲天国的福音 讲的就是认罪悔改的道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信的耶稣 是不是这样子的耶稣呢 我们信耶稣是为了发财嘛 我们信耶稣是希望他保佑我们 这个每一次都有更高的一个地位的一个得着嘛 或者一个背景的取得嘛 这不是信耶稣 信耶稣就是传认罪悔改的道 耶稣讲的是 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 犹太人有犹太人的需要 罗马人有罗马人的需要 普世所有人也都有普世人的宣耀 但是所有的人不管民族种族地狱国家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需要 我们需要认罪悔改 我们需要重生得救 我们需要耶稣将我从罪恶里救出来 这是真正的福音 不管我们的肤色 黑白黄这些 不管我们所住的是东方西方 主要我们都有一个 悔改得救的属灵的生命 在今天讲的第三大点 讲到耶稣的医病赶鬼 耶稣在教训与传扬天国福音的时候 耶稣看到人们 无论在生理与精神上面的痛苦 当然他也看到鬼父的痛苦 在耶稣道成肉身之前 在旧约结束之后 中间有四百年 我们在教会历史上 称他为静默时期 这四百年 上帝几乎没有声音下来 这四百年 没有任何的神迹奇事 医病赶鬼 但是当耶稣道成肉身 到世上的时候 耶稣医病 耶稣也赶鬼 所以当人可以赶鬼 奉主的名赶鬼的时候 就上帝的国临在的时候 因为我们不是靠自己可以赶鬼 我们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赤责恶鬼的离开 这是主的权柄所在 今天基督信仰跟坊间很多的民间宗教 是大相亭进的 外面的世俗的宗教 强调的好像是他个人的修行 多少年的这种 在他道行里面的一种增加 功力的增加 来除魔斩妖 但基督信仰告诉我们 所谓的这些修行道行 不会带来任何功力的增加 因为我们每次的赶鬼 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不是自己的能力 我们没有任何权势可言 我们赶鬼也是奉主的名 医病也是奉主的名 所以感谢主 在耶稣的时代 耶稣医病赶鬼 看到上帝国的灵道 看到在地如在天 的一个神的国的一个呈现 耶稣有他的完全绝对的权能 他医治各样的病症 他赶鬼 这在当时是一件不得了的大事啊 谁可以赶鬼呢 甚至当时的宗教领袖 还痴笑他 说无非是靠鬼王别西普赶鬼 他们明明知道 他们经历到耶稣赶鬼的 这个事实 但是他们心里面抗拒 耶稣是弥赛亚 这是犯了何等大的罪 甚至居然用一个亵渎的方式 说耶稣赶鬼 是靠鬼王赶鬼 以鬼来赶鬼 盼望我们弟兄姐妹 不是刚硬的心 当神的恩典 临到我们周遭的时候 临到我们个人身上的时候 我们回应神的大爱 我们献上感恩 我们知道神的救恩临到了我们 我们就悔改 来归向他 来敬拜他 我们也奉主的名 传福音 做见证 当时的人们一定也觉得很稀奇 为什么这些生病的 这些有状况的 当时的医生完全束手无策 连祭司也不法赶鬼 这表示 表示人的手是做不出任何神的作为的 而当这些事 神瞬间的医病赶鬼 瞎眼看着瘸腿行走 大麻风的得洁净 我们看到 是上帝的国领导 是上帝的全能领导 这以色列的选民 旧约过去了 四百年的静末期过去了 而是新约时代 就要开始 透过耶稣全能的医治 透过耶稣的赶鬼 他们所期待 百姓期待的弥赛亚 已经来临了 耶稣教训 耶稣传道 耶稣的医治与赶鬼 宣告耶稣就是基督 就是弥赛亚 就是救世主 宣告神的国 临到了这个 悖逆的犯罪的时代 所以那我们也来思想 耶稣的事工 跟上帝的国度 有什么关系呢 我的生活 我做的一切 跟神的国有连结吗 我现在乐中的事情 跟耶稣选招的招命 拣选我的侍奉 有连结吗 如果没有连结 盼望这段时间 我们也快快思想 我们如何归荣耀给他 那我们所做的是 在地如在天的 我们所做的是 积财宝在天的 而不是捕风捉影 就算赚得了全世界 赔上了自己的生命 赔上了自己的救恩 赔上了自己 主天国度的一个得着 这有什么益处呢 也让我们祷告 我们看到主的恩典 我们更多的认识耶稣生平 好不好 各位亲众朋友 观众朋友 弟兄姐妹 我们一起低头 我们来回应上帝的爱 荣耀至圣的父神 谢谢你 透过这短短的三节 我们看到耶稣所做的事 这是主你大爱的彰显 这是主你主权的灵在 也让我们看到 主啊在死因至地的百姓 就是我们如今有大光照耀 主让我们回应你的爱 我们顺服的心 我们不是刚硬的心 当我们看到 有神迹奇事在我们当中的时候 我们就是献上感恩 谢谢主 让我们在新约时代 我们听闻救恩 因着你的拣选 让我们认罪悔改 让我们因信称义 主啊 也让我们来效法你的脚踪 成为传福音 做见证的门徒 我们有儿女的身份 领受大爱 也让我们在门徒的选照当中 传福音 做见证 在我们周遭 几乎每一个可以接触到的人 谢谢主 垂听我们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得圣的名 阿们 愿上帝大大赐福 每位观众朋友与弟兄姐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